出差啦 叫旋徒准过来 影片曝光 八八两岁女泰软县区全收海边 涉嫁供自杀 遭生涯 苗里通宵奔寻1月26日晚上6点多 经过报案指台中市大雅区31岁陈女 带着两岁女儿离家疑似跳海巡转 以手机GPS定位 模拟两人在白沙桶海边 一十九十五十分 在白溪里海滨路巡捕 应当是人生理潮湿前 天气固寒 母女由家属载送 严谨与警车回家属开道 护送就医 快速排到时 陈女儿全身湿漉漉 抱着女儿去找卸出根山海堤 女童一丝溺水 全身胎软无反应 送医抢救到晚上十点多 远选告不治 从步道院时光着脚 右眼欲轻红种 神情恍惚 但还能自行行走 最了解陈女和丈夫丁南 只有这个女儿 全家经济来源 主要靠丁南打零工为生 夫妻两人常为钱吵架 陈女也向丈夫要个三五百元 双方做不愉快 让陈女觉得日子过得很痛苦 两三年前 两人又为钱大吵后 陈女带着女儿夫妻离家 其间丈夫曾发简讯跟她道歉 但陈女一度关机 直到二十六号下午开机 才看到丈夫的道歉简讯 检察官二十七号 循环陈女 陈女否认犯罪 但检察官认定 陈女涉嫌加工自杀 害死自己的女儿 终于杀案最先逮捕陈女 并向法院申请羁押 动物新闻 苗栗报导 三十八 二十七 五百元 二十八